神舟四航飞船正被垂直转移到 离这里一千多米的发射阵地区 现在这个组合体有多高啊 这个整个的从地面到陶海塔上面是66米高 整个一部分下面呢是活动发射平台 它是带有活动发射车的活动发射平台 那上面呢大家看到是火箭 这个火箭是一个有捆绑的 然后在那个神舰上面看着一个 那上面就飞船了 飞船再往上面那个最细的那边就是陶海塔 装载着神舟四号飞船的是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这枚火箭在2002年的12月22日 完成了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对接 长征二号F火箭啊 它跟以往这个我们普通的那种运载火箭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火箭呢就是因为是载人了 再来呢里面有宇航员 宇航员呢就保证宇航员安全起到最高的就是设计的原则 为了保证宇航员的安全呢 这火箭呢就采取很多措施了 譬如说我们火箭呢增加了逃逸系统 一旦火箭飞行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它要保证把宇航员逃离火箭的爆炸区 逃到离危险区以外 保证宇航员安全 但是为了要逃逸 你要争断 现在一个人有病 你怎么告诉有病呢 那必须有一个就是固战检测处理系统 长征二号F1载火箭 是我国最大推移的硬杉火箭 这枚火箭的外表和前三枚火箭的不同之处 是印有神剑两个大字 这两个大字是江主席在参观 神舟三号飞船发射时亲笔提携的 这次神剑将把神舟送上太空 我身后呢就是神舟四号飞船 从这个外观上呢 它和神舟一号二号三号飞船呢 没有太大区别 只是在功能和性能上有了一些提高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要来提高逃逸救生安全 这个方面的一些能力 那么我们在大气层外的救生方面呢 做了比较大的完善 那么这样呢一旦发生问题 我们把航天员救出危险的可能性 就大大提高了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增加了手动的功能 也就是说呢航天员一旦自动系统出现问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利用手动系统 用航天员本身的操作来为自己的安全 那整个飞行的安全再拔一道关 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对于整船的可靠性又进行了 在以往几次飞行实验 特别是神舟三号飞行实验以后 又进行了比较好的完善 神舟四号飞船由推进舱 返回舱和轨道舱组成 这次在飞船的返回舱里 搭载了两位重要的乘客 就是模拟航天员 也被称为形体甲人 为什么要搭载这个形体甲人呢 这个因为也还是要和 载人飞船状态保持一致 因为你载人飞船上面有航天员 所以呢 用甲人来模拟航天员的重量 尺寸结构 质心等等这些个 你看它重量还是比较重的 很重很重 我都觉得很难把它抬起来 这大概有多重 60多公斤左右 60多公斤 对 这等于是跟真的航天员的 比较接近 那么像在这个形体甲人身上 都有哪些测量设备呢 有那么几部分 第一个是测量它的超重值 冲击值的设备 我们叫冲击测量设备 在什么部位 在它的这个胸腔里头 在这个地方 对 有一个着陆冲击的一个测量设备 对 就是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来看看飞船 在上升返回的过程当中 它的超重值 着陆冲击值 是不是满足这个医学要求 还有呢就是通信设备 还有这个测量这个辐测的 那我们现在做实验的时候 是怎样才能知道这个航天员 在这个太空舱里面的情况呢 因为无人飞船没有航天员嘛 那么飞船是为了载人来建造的 那么怎么通过无人飞行 证明这个载人飞船满足 无人飞船满足载人飞船的需要 就需要一些女人载荷 逆人载荷系统主要包括 人体代谢模拟装置 逆人生理信号设备和形体甲人 在载人中用这些设备 来模拟真人的相关功能 在这次飞船前 预备航天员还进入飞船 进行了实际体验 神船出场之前呢 我们在这个飞船的测试中心呢 是做了一个人船的联合测试 这个目的是让航天员呢 首先熟悉这个飞船的环境 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呢 是对这个飞船的这个设计 包括仪标板 所有的这些设备 包括这些操作 它是不是符合这个 这个飞船变 那么是不是合理 设计是不是合理 2002年12月24日 完成二号火箭 完成对接核测试 神舰装载着神舟 开始向发射区转运 以前卫星的事发 都是一机一机的 往那边运 到发射阵地 我再采取了 展示航天有四个进步点 就是一个是三锤 或一远 就组装 火箭从工业部 用火车进来以后 就开始一机就组装起来 车来进来以后 经过测试 测试加入以后 也和火箭对接起来 测试完以后 再和对起来 这么一个垂直组装 然后呢 还有一个垂直测试 就在地址 立起来 光的 立起来测试 测试 垂直转运 然后呢 在远距离测试发射 这段路走了 因案情涉及影视明星 而且内容敏感 多家媒体记者倒听旁听 被告成都女歌手周旋 出庭又诉 原告张铁林没有出庭 他的代理律师 受其委托在法庭上诉称 女歌手周旋 通过成都商报社 于今年6月29号 及7月4号连续刊登文章 称张铁林曾遇对其非礼 原告认为 周旋的诽谋言辞 以及成都商报 未经何时就报道的行为 严重侵犯了其名欲权 因而起诉要求 法院判令两被告 赔礼道歉 并赔偿原告 精神损害 辅慰金人民币100万元 在23号上午的庭审过程中 两名从成都赶来的 周旋歌迷为其作证 据此前的有关报道 周旋除了书面证据和证人外 还有一盘用作证据的录音带 而两被告周旋和成都商报社 对于此次引发争议的 两篇新闻报道 事后客观真实也有痕迹 目前此案仍在 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中央台记得报道 上海市的标志性建筑 东方明珠电视塔 从22号晚上起 用上了新的照明系统 从原来的景观灯光 演变成量力多姿的 艺术灯光秀 东方明珠新的艺术灯光工程 是由法国著名灯光设计区设计的 整个灯光系统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泛光照明 由450多套头光灯 两套花灯和三台多彩探照灯组成 第二部分为艺术灯光 由576套LED新光源组成 原先明珠塔的灯光变化比较单调 现在利用了新光源后 无论是色彩还是闪烁城市 都可以有几千种变化 据介绍 今后每天晚上 明珠塔都将显现不同的色彩 有新的比较比较新鲜 都有来说 每天水里短的歌词 用了在泰沫之类 就会合兜香港的大坑 除了亦都没有收过任何人费用 亦都没有任何军方具计 今次还未共产宝远 没有人做靠山 不只人都警告过他 有很多好与人追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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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过了 我去过了 我是各位公民 请我打个报告 今次什么事 印度曾经说 什么不妥怕的利光伙 现在明日也不够重复了 是否收集到歌中 天南京安向如满的经理投诉 查证之后 肯定要失败性样 中文字幕队 在政府舉報無效 她決定帶太太道北端迫直向中紀委投訴 並行酒樓分析被檢舉的對長汛徒斯納 逼迫翻黑龍江 她幫忙接受開始的流行性埋 她常被嚇碰到家被人拖壞之後 準備生意不錯的公司 員工都不敢再上班 雖然都不再開門 鑑定仇怕的還有李桑和良的女兒 她們都不敢再留在家 幾個月來沒有哭過父親 可以遊帶我們去採訪的媽媽口中 知道父親的消息 大人真的很好人 我都不是這種 psych怒 我一頭小小小 糟會不夠老的 那個只有那一狗人 這麼多 我都不是這種棟口中 吵到家 你們沒有哭過 我現在這麼難過 那 continue為止 控制火車跟上既然安然一樣 也不是有動 有勢 有關係 李桑和正 也不敢回家 認為富蘭當局已將它定性為影響受影響安地的人 另外,已公開說監聽黎方和的電話 所有找黎方和解決問題的要求都未必知道 黎方和的情況已被淋殺在警方的作用 我最希望的就是國家提出新的法律 遇到有信人可以安慎、奮張、懼怨 我提報有一個費用、爭取我為自己的抵當 幫我給你一個總統優惠, 對,我想,我們國家目前的法律, 還在零件的現場發展。 因此,我想, 也是全國人,現在, 東洋,東洋英國, 國家這麼一大, 應該既定一個非常完善, 才有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保護警報人員, 合法, 他把你給我給我, 我給你一個保護警報, 也有很好的鐵, 不要緊張, 豬包就有力, 豬包就不願意, 豬包, 現在令他唯一感到安慰的, 就是遠在夫人家人, 對他的行為沒有覺得是原來留家, 另一個小空之家, 因為一些無負囚的行為被撤撤, 我不想把人都直接把人都搶走 因為她不是個人的 我面對他們的同學 因為她把人都搶走 我把人都搶走 我把人都搶走 因為我都搶走 所以做的事 我都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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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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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搶走 他沒有搶走 他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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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芳河 用個人的力量 去對付法復子 其實在港國法治的社會 這個並不是正常的做法 不過要用正方的途徑 去共產正義 依舊點就可以了 下一集我們就會帶大家去到